暴裂之甲为什么悄悄崛起了 很多玩家都会发现 现在的战士英雄 出装中一定会出暴裂 这得益于暴裂的全能性 本来能抗能打的防御装备就很少 印象中就只有暴裂、反甲和兵权 现在反甲削弱了 不再适合战士英雄处 失去了跟暴裂竞争的能力 那么现在输出最高的防御装备 那就非暴裂之甲莫属了 其实就算反甲不削弱 暴裂的输出能力也是要优于反甲的 暴裂的被动只要挨打就能出发 站得越久 获得的伤害提升就越高 没有什么其他的限制 像是反甲必须要打掉一定血量 还得是物理输出 限制性实在太大了 兵权虽然要比暴裂更全能 而且触发被动的条件也简单 只需要释放技能 之后接上普攻就可以了 但兵权能够提升的输出效果 非常的有限 强化普攻更多是为了打出控制 而非是为了造成伤害 伤害加成非常的少 除了被动和技术武器 加上的攻击力 就没有其他能提升输出能力的地方 现在兵权和反甲这两个装备 更多都是坦克英雄使用 所以暴裂成为了战士唯一的选择 所以你们觉得 暴裂是不是战士必备装备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